对 我承认我为人难相处 容易招人妒忌 很多人还说我这个人霸道呢 可是我绝对没有害人之心 在宫中这么多年 我没做过一件损人利己的事情 你不肯认错 也就是不知悔改 皇天在上 如果今日梅妃故意害玉妃的话 就叫本宫死于梅树之下 铺石三日 皇后娘娘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 既然你肯发这毒是 娘娘 只怕有人口是心非 会妃你够了吧 不要再这样挑拨顺妃 我自己也曾经小产过 这个切夫之痛 我绝对不会加害于任何人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人 妹妹 为什么你始终认为 是我害你小产 我已经跟你解释多次 此事与我无关 正如你自己所说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不管你如何说我 跟玉环妹妹无关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加害于她呢 是我狠呢 还是你毒 我这个人做的事光明磊落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什么都放在脸上 不像有些人佛口舌心 笑里藏刀 我处处都容你了 为什么你非要针对我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你 好了够了 你们再吵下去 成何体统 太医已经为玉妃 诊治过 证明没有大碍 这件事谁是谁非 很难再追究下去 不过记住 有些事情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们身处宫中呢 无非是为了 侧候皇上 本宫不希望看到 有些人为了争宠 而立下坏心眼 更何况 被太后知道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的话就这么多 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好自为之 臣妾告退 娘娘 你没事吧 被这青狐狸军 吵得我头昏了 真没想到 这么摔一跤 还能保住胎儿 真是没天理 你在万人面前 不要随便乱说 是 他一开的补药 也吃了大半年了 梦兄无诏 好像没有什么成效一样 也得皇上肯来才行 看来娘娘 也得试着偏方了 娘娘 对了 刚才宝珍给了你什么 是王后娘娘 叫宝珍送来的安胎补品 奴婢已经交给小厨房炖了 娘 有点不对劲 有没有看到那边的牌子 对啊 我们什么身份呢 不用管它 走 来 站住 不是自骂 月限者事 喂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 我啊 我是陪在手的岳母大人哪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为了防止瘟疫散播 任何人都不得出城 围者杀 哦 只是如此嘛 没问题啊 我们三个都精神爽朗 毫无病痛 那么我们可以出城了 哎 此乃皇上的御旨 没有人能违抗 哼 提起皇上更好 我的侄人杨玉桓呢 他可是当今的才人哪 哼 那你让我们出城 杨才人就会生你做大将军 就这么决定了 对啊 站住 看清楚啊 大笨蛋 这个是太守的令牌 我们可以出城了吧 哼 不要理他 走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走吧 走吧 还不走 走走走走 哼 最没用的就是你啊 这么早就死了 害得我们出不了城 早知道就不把女儿嫁给你 哼 娘啊 你不要随便胡说嘛 当心她把你拉下去 嘿 我快烦死了 跑又跑不了 你爹跟玉瑶也病了 我怕连累我们呢 不要啊 我连大红花叫也没做过 我不想死啊 也烦死了 二妹 你鸿福齐天 将来一定会找到个如意郎君 大哥 大昭 你回来 你不怕传染你吗 已经传染过了 不过别害怕 我已经治好了 那 我来介绍 这位是武太医 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 我们这次是奉了陛下之命 带了大批药物来救洛阳城之威 好了 我们有救了 大家不用担心 我保证每个人都能喝到药 朝廷很关心每一位老百姓 太好了 估计一半人喝过药了 多煮两三天应该就行了 希望所有人都能药到必除 那么洛阳城就可免受瘟疫之苦 一定可以 嗯 吃过药呢 应该多休息多睡觉 才会好的 知道吗 那好吧 我睡觉 麻烦你出去 出去 不行 那你睡你的 我看我的 有什么好看啊 我大病出狱 千里迢迢赶回洛阳来为了谁啊 就为了来看你啊 为了洛阳的百姓 为了向陛下立功吗 一位功臣 二位弟子嘛 确 你这么坦白啊 在你面前 有必要隐瞒吗 怎么了 人都坐在你身边了 还爱声叹气的 笑一笑嘛 见人家相公死了 这么年轻就要人家守广 还怎么笑得出来嘛 死得好啊 要不是这样 我哪有机会坐在你身边呢 对不对 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 赛崩失马 阴之非福 将来呢 你可以好好享福了 你说啊 说着说着就变真了 等你康复之后呢 我带你去长安 到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享福了 就凭你 看你肯不肯了 对 虽然我现在只是八品官 可是难得陛下肯给我拆使 我想 你又怎么想呢 那么我会好好考虑一下 一会有了身孕就可以不可一世吗 我也曾经有过龙翼 只不过 比奸人所害 看你运气怎么样 我 娘娘 皇上请娘娘到陈湘亭 表演惊鸿舞 好好地跳起木 听说洛阳传回来的消息 瘟疫已经受到控制 而且很快就会没事 所以皇上很高兴 因此在陈湘亭设业 还有什么人在那里 有汉王 宁王 还有玉妃 参见陛下 免 臣姐 现在就为陛下献上惊鸿舞 好 中文 玉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带朕敬两位皇兄一杯吧 是 陛下 宁王请 有劳梅妃娘娘 汉王请 汉王请 谢娘娘 恳请陛下准臣妾回宫更衣 好 速去速回 谢陛下 两位皇兄 难得高兴 今天得不醉无归 是 陛下 干 娘娘 你是不是牛到脚了 没什么 我们走吧 奴婢参见陛下 小满 梅妃呢 回禀陛下 梅妃娘娘有点不舒服 所以未能再度出席 娘娘叫奴婢向陛下请罪 既然她不舒服 就让她好好歇着吧 那么奴婢告退了 陛下 本王有事向陛下请罪 皇兄 何处此言 刚才梅妃娘娘赐酒的时候 本王不小心踩了娘娘一脚 恐乃娘娘因此有所不满 所以 绝无此事 继续喝酒 谢陛下 娘娘啊 我们已经出来很久了 况且娘娘的脚还没有好 不如我们回去休息吧 敷了三天的药 老是躺在床上 睡得整个人都呆了 难道有机会出来喘口气 我想再走走 对了 最近我听小太监说 说陛下 因为娘娘突然间退席的事情 有点不高兴啊 还有 说只不过轻轻踩了一下 就生气 说娘娘你实在太小气了 娘娘 不如跟陛下解释清楚吧 亲者自亲 着者自着 如果陛下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娘娘 你看看 是陛下 娘娘 你的脚还没有消肿 不如我们追上前 去解释清楚吧 陛下 旁边就是梅林 陛下要不要去看看 梅妃娘娘 正何故要去看她 你又何故会这么问呢 梅妃娘娘扭伤了脚吗 陛下当然要去看她了 扭伤脚只不过是小事 那天你也听到汉王他怎么说了 其实是他自己小气 不会的 臣妾有一次跳舞的时候 扭伤了脚 情况跟梅妃娘娘一样 结果 结果如何 结果脚肿起来了 还疼了七八天呢 有那么严重 我们走吧 娘娘 你怎么样了 梅妃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陛下 好了 好了 东儿 快找太医来 是 奶娘 梅妃姐姐 你的脚没事吧 还没有断 不过刚才 谢谢你替我说了句公道话 不然的话 陛下她还以为我 最近宫中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特别的事发生过呀 回禀太后 一切有如往昔 太后你无稀太担心 那么杨玉环呢 她跟其他的妃子相处得很好 特别是丽妃和惠妃 跟梅妃又怎么样 梅妃还有没有针对她呢 听说他们的关系 谎和了很多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太后 难道你希望六宫争宠 争个你死我活 才高兴吗 臣妾从来没这么想过 玉蚌相争 渔翁得利 不过只怕你这个渔翁 未得其利 先见其害呀 臣妾明白 明白就最好了 看来这个杨玉环 跟当年那个 趾高气扬的武则天 确实有所不同啊 对呀 与她一个出身寒威的人 年纪轻轻 就可以做到面面俱到 看来她的手段 的确很厉害 所以本宫还不能够放心 所谓红颜祸水 这个人可能会关乎日后的 社稷苍生 一定要小心行事 臣妾明白 宝珍拿到了没有 我拿到了 娘娘 你出宫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到你 没有 娘娘 你记住 这件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卢婢绝对守口如瓶 嗯 放心吧 我会小心行事 生胎 看你还生不生得出来 这是什么药啊 又苦又难喝 是胎医院开出来的 安胎药吗 娘娘你摔伤过 宫中上下人等都很紧张 陛下驾到 没你的事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娘娘 臣妾叩见陛下 行了 朕带来个惊喜给你 传 是 传 臣妾叩 臣妾叩 叩见玉妃娘娘 平身 谢陛下 叔父 大哥 你们怎么会 是陛下的主意 你之前曾跟朕说过 很想念娘家的人 现在朕 就给你个机会问清楚 谢谢陛下 杨朝 微臣在 你处理瘟疫仪式 办得非常出色 能够及时阻止瘟疫蔓延 实在功不可没 微臣只是尽力而为 若论功劳 应该属于五太医所有 哦 若非他及早研制出 克制瘟疫的药方 洛阳城可能已经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好 你说得非常之好 你既不贪功也不自满 朕一定会重重打赏你 现在你们先闲话家常吧 谢陛下恩典 对了 婶婶和姐姐 他们怎么样 他们已经搬到长安来了 只不过他们是民妇 所以不能够进宫 陛下 你一定是希望朕 准他们进宫是不是 是啊 陛下 不知道陛下可否格外开恩 准奏 谢陛下 谢陛下恩典 原来玉花园这么大 这么漂亮 婶婶三姐 到这边来坐会儿吧 好 坐 好的 玉环啊 我没见你没有多久吗 哇 你完全不一样啊 简直是雍容华贵 艳光照人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再说下去 反正是好漂亮 婶婶太夸奖了 变来变去 还不是以前的玉环 当然不一样 要越变越好才对嘛 难道像玉瑶一样吗 这么年轻就做新寡闻君了 对了 三姐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好得很 我尚无公婆 下无子女 甚至连孝都不用为她守 她也留了不少财产给我 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快活呢 你不用为她担心 最重要是你保住你自己 玉环啊 有没有办法推荐玉玲和玉修入宫啊 娘 别打断我的话嘛 玉环啊 怎么样啊 皇宫里面不是婶婶你想的那么简单 有多复杂 大不了人多一点吗 不是多一点 而是多很多 后宫三千家里 要冒出头来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知道有多少妃嫔 在宫里面郁郁而终 玉环啊 你放心吧 玉秀和玉玲不会跟你争宠的 只不过是大家互相扶持嘛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当今世上 我就只有你们几个亲人 我也希望你们好啊 只不过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希望他们 倒不如找个合适的年轻才俊 比嫁儿无公好 对啊 娘 娘娘那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一定会为大姐和二姐打算的 你放心吧 当然了 杨玄归与晋杨昭 以控制洛阳瘟疫一事 却是鞠躬尽瘁 立下奇功 臣恳请陛下加一封场 也为表彰 亲家言之有礼 朕现在就赏赐你们二人 黄金千两宅院一家 杨玄归晋升为士玉使 谢陛下恩典 朕有这么好的美食 怠慢 怠慢 你别听他胡说 来 喝酒 好 来来 请请请请请 杨大人 听说杨大人有两位闺女还带子闺中啊 是的 相国大人 那么为之有合适的对象没有啊 还没有啊 大人 相国大人这样问 莫非大人有哪一位年轻才俊 想介绍给舍妹吗 哦 杨大人果然聪明啊 难怪陛下三番两次在老夫面前提起老弟的名字 相国大人真是夸奖了 杨大人 老夫有两位学生 是一时的俊严 出于名门 不如介绍给两位大人认识 也许将来当上庆家呢 承蒙相国大人厚爱 柳城 朕生 你们两个过来 是 那一位是当今玉妃娘娘的叔父 杨玄归杨大人 这位是玉妃娘娘的堂兄 杨昭杨大人 柳城见过两位杨大人 崔振生见过两位杨大人 有礼 有礼 哇 好大呀 对呀 对呀 你看好漂亮 是啊 不知道老爷还有什么地方不满呢 如果有的话 小人立刻去办 我是没什么不满意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 没有 当然没有了 陛下赏的大房子 没有一间 没有一间 那么有劳管家 带老爷放赏吧 谢谢 好 谢谢老爷 小人先行告退了 好 哇 这个大宅真的好漂亮啊 对呀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可以住到这么大的房子 不过我看你们呢 也住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因为柳城和崔振生呢 已经准备向两位堂妹提亲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呀 先说清楚啊 那个柳城呢 有没有钱呢 那个崔振生呢 是不是英俊潇洒 关于这点呢 不成问题 这还差不多啊 诶 等一等 她老不老啊 千万别像那个裴太守一样 嫁给她不到几个月就收寡了 你别这么说嘛 三妹站在这里听见了多难受嘛 啊 没有关系啊 我也不会介意 反正这是事实 我嫁得不好 可是也希望姐姐们嫁得风光啊 说得对啊 我们得跟玉环歇杀了一下 反正她开口说过的啊 如果她肯来主持婚礼的话呢 那我们太有面子了 是 真不明白 恩太药会这么难喝 没办法了 对了 我上次跑来 你也说肚子不舒服 现在喝了这么多次 好一点没有 我还有一点不舒服 那么玉环你要小心一点 人家说第一她很容易 哎呀 哎呀 胡说八道 没事的 没事的 大鸡大利啊 对了 大哥 跟大姐二姐提前那两人 他们的人品如何 不错啊 两个都是显赫世家子弟 上一代呢 还是二三品的大官呢 可以嫁 这我就放心了 婶婶啊 你也不用担心了 哎 没错 可惜还有这个呢 娘啊 我就继续守寡嘛 你干嘛要担心呢 啊 难道你守一辈子的寡 哎 玉瑶还要守三年嘛 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嘛 哎 玉妃娘娘 莉姐姐 玉环 莉姐姐 玉妇参见丽妃娘娘 杨昭参见丽妃娘娘 嗯 原来你们真的共聚天伦啊 是啊 不过我们也该差不多要走了 嗯 哦 不要 难道有这种机会 本宫说几句话就走了 东儿 你带殿下去拿点蜜剑吃 是 娘娘 莉姐姐 我们到里面聊吧 嗯 莉姐姐请坐 嗯 对了 莉姐姐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本宫来 主要是想送这件东西给你 这件肚兜是殿下小时候穿过的 人家说 一个健康活步孩子穿过的衣服 将会为你带来好运 真的吗 嗯 只要你把它当成平安符 放在被子下面 它就会保佑你母子一家平安了 谢谢你啊 莉姐姐 我呢 一直都在留红 希望 它真能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放心吧 玉环 没事的 我以前呢 也曾经小产过 幸亏得到五太医 为我细心调理身子 这样好了 我叫五太医 为你诊治一下 放心吧 我会每次一点一点地放进去 我也怕五太医 会在他的脉象发现不对劲 我回去了 没能引起他的怀疑 陛下 让您 Adams 好 保佑 陛下 数五太医 回陛下 臣先后开了三副药 给玉妃娘娘服用 娘娘服后 病情非但并无好转 而且迈向反贱凶险 微臣实在无能 罪该万事 如今不是自责的时候 朕只是想知道 到底有何两策 微臣以为 应该增加两位太医 一同会诊 方位上策 好吧 就照你的意思去办 陛下 陛下 原谅他 娘娘小惨了 住手 住手 你发什么疯啊你 我今天跟你没完没了 你再不住手 我叫陛下来 你不用拿陛下来押我 你害得玉环龙太不薄 陛下也不会帮你的 你胡说什么 玉妃的事纯属意外 你不要随便含戏喷人 你当然不承认了 你恨我就好了 你干吗要加害于玉环呢 她是无辜的 她不是无辜 她只是无知 居然被你骗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做过什么 你心里明白 什么叫做罪毒妇人心 我亲身在这里体验过了 你以解度人是你的事 我代玉环如亲生妹妹一样 我警告你 你以后别再加害于她 魏妃 有时候我很佩服你 你的眼计实在入目三分 你非要冤枉我 到底谁冤枉谁 你做我的事你始终会 少女娘 小心人多是非多 娘娘不要啊 我不屑给你再吵下去 我告诉你 今天我受不了你 上天会收你的 说得很对 打雷的时候不要出门 小心被雷劈 你当心你自己吧 卑鄙小人 乖孩子 是娘不争气 无法留你在身边 人家说 做母子是讲求缘分的 娘相信 娘会等你回来 你记住一定要再回来 陛下 玉环 朕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可是其实朕 又何尝不难受呢 是臣妾没用 你看着朕 朕要你知道 无论有何伤痛 朕都会跟你一起承担 知道吗 陛下 女人 你不是躲着好的 也 是 你 你 你 可是没非她也无子意 我想她不敢这么做 也有可能是丽妃 可是她对我很好啊 后宫里面 大家为了真宠 二与我诈 唯一真心对我好的 就只有惠妃一个人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一直叫我 别让玉玲和玉秀入宫 原来后宫是那么的可怕 玉妃娘娘 参见玉妃娘娘 跑得这么急 来找本宫有何事 我想把它送给你 父王送给我的 他每天都陪伴我睡觉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要送给我呢 因为父王送给我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现在送给你 你就会很开心了 我听到母妃和五太医 说你很不开心 我就不开心了 所以我 谢谢你啊 你真乖啊 可是你那么喜欢她 你去送给我 你舍得吗 其实也舍不得 君子不躲人所好 你还是留着好了 不要了 你要吗 大不了你开心的时候 再还给我 那好吧 我就借她来陪陪我 我要走了 我待太久 母妃会骂我 那么你快回去吧 她叫什么名字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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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apostle啊 冬儿 奶奶有何丰富啊 怎么陛下还没来啊 陛下要批乐奏折 今晚不会来了 是 公公 我去问过了 和公公说陛下去没飞娘娘那里了 不要怪奴婢多嘴啊 你娘娘目前的样子 就算陛下来了又如何 什么如何 是不是本宫失去龙胎你很开心啊 老是这样冷言冷语的 就知道落井下石 本宫以前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请娘娘不要再提以前这两个字 不是你我不会站在这里 你滚 滚哪 我不想看到你 难道宫里真的没一个好人吗 一会儿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会醉的 醉了更好 不用生气 不用烦 你现在身体不好 别生气 姐姐已经为你出气了 把梅花打得七零八落 又有什么用啊 别再喝了 别再喝了 我扶你进去休息 来 听话 来 小心点 坐下来 来 没事吧 姐姐 在宫里面 只有你跟丽姐姐对我最好 又怀 你休息一下 丽姐姐她 还把殿下小时候的衣服送给我 送给我做平安符 可以保我们母子平安 可惜还是保不了 什么事啊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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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别害怕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允怀 你说这衣服是丽妃送给你的 难道是她搞得贵 她不想你又会贵 有所出 怕你生个太子 跟她儿子争地位 所以 不会的 丽姐姐对我很好 她还叫五太医来看我呢 五太医 是啊 没错了 丽妃跟五太医那么熟 难道他们两个串通好了 叫五太医给你吃打太药 把你的龙太打掉 没错 一定是她 他们根本就是有奸情 玉环 你说什么 他们根本就有奸情 我怎么这么笨的 他们为什么要合起来害我 为什么 我已经答应过他们不告诉别人 他们还要来害我 为什么 我已经答应过他们不告诉别人 为什么 我已经答应过他们不告诉别人 我 放开我 放开我跟母妃呀 放开我 放开我跟母妃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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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跟母妃啊 放开我 放开我跟母妃啊 放开我 丽姐姐 放开我 殿下 放开我跟母妃 放开我 放开我跟母妃啊 丽妃姐姐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怎么娘娘不知道 娘娘干嘛那么害怕 做了亏心事啊 东儿 丽妃她出了什么事了 怎么会这样 你这么知道 你快来告诉我 丽妃娘娘和母太医的奸情 被人揭发了 被陛下处死 为什么 是谁说出来的 那个人 不就是娘娘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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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